笛打していく 我們在上一節的課 最小孩子已經進入到 四組的妙原品 这个所谓的介绍卢士武文 也介绍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开场 就是卢士武文一时佛在摩切提果 这个阿兰诺法菩提道场里面 然后这个实诚证据 我们这个按照来讲是总共有六句 这个六句 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 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 这边最早的话 我们先讲的是 我们第一个是讲到标这个实成就 还有这个说法主成就 还有这个说法的地方促成就 最早是用这个六句 那这个六句 在我们的 《还原经》的这个 这个在 在我们那个 我们大家 还原闲谈 在背后有没有这本 它最早的是讲这个谁的 深信 断于深信分 这本经到底由谁来述说 按照来讲是佛陀 这个佛陀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爆身佛 比如真那佛 他所说的这个谁的菩萨法 那另外的是讲到谁的那个 另外是 讲到我们的 那个 卢氏所说的法 其实是由谁记录的 按照正确的 应该是由大心菩萨 大菩萨 因为这是牵涉到当时阿难 因为阿难是身为圣者 在说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按照来讲阿难并还没有出现 所以按照来讲 真实的还是由大菩萨 来记录由大菩萨来弘扬 这个是我们是如是我闻 那我们 那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讲到谁的 如是我闻大家 因为在每一本新开场台 对我讲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要说到它里面的一个深处 你可以从前说 是如同这个谁的大菩萨说 听闻佛所说的法 如实的流传下来 这个是如是我闻 那后面的最主要是讲 这个一时成就 这个讲到谁的一时 就是说法的时间 就在说法的时间 这个说法的这个时间 在说法的时间里面 最主要的是讲到谁的 我们我们对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还有这个时间是假释射 所以这个时间 其实最主要的在标出 确实是有说最不尽 另外的在我们法院经里面 最主要的并不是 我们还是先上这个好了 好那个 我先上这个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那个讲义一百事实 就是我们现在花给大家的 既然要讲这个如是我闻 整个如是我闻一直到 我们所说的十成正确 这个是六句 最主要的是讲这个 所谓的断于生性 好 其实这本经绝对是我们的 毗卢圣上佛所说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 这本重要的一部经 在我们后面的讲到 它是第一时刻成就 它第一部说的 所以这个是 这表示在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别名时分 别名处所的这个部分来讲 会特别的说明 就是讲到这部经 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另外是讲到 这部经 法院经是我们所说的 所有的教法的根本 就是这个是象征的 为什么在它 佛一词成道 使神圣觉的时候 就马上说这部经 因为它是 整个在疑问的部分来讲 就是谈到法医的争议的话 这部经有时候都会被提出来 还有有关于相关 这个修学的这个次第 比如说实性 还有谁的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定 还有实定 还有实通 这些的阶位 在《华言经》里面 特别特别的讲 就是特别的说明 所以它为什么那么那么样的重要 所以它这个在这个论里面 大家请看我们的这个 《产药》那一本 那边也有 大家可以找一下 就是它讲到谁的儒式 这个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论最早的是 旅长者旅通弦 因为它的 它为什么会造这部论 因为我们的城官 清凉 城官法师菩萨 它本身就是因为太繁复了 太庞杂 太庞大了 所以它希望说有没有一本 比较简单一点 简单扼要 所以它才会有这部论点的 这个所谓的流传 所以这个字如释在简单来讲 是如佛所说 如佛所说的法语 然后释的部分来讲也是如佛所说 完全就是这个是讲到 完全清传于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毗鲁之纳佛 清说 所以简非意义说就是 不是我们所说其他菩萨 也不是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其他 我们所说的其他 从旁边转转而听闻来的 就是我们最简单就这样说 所以我们如果大家要 对这个如释 我们非常非常深刻 请看我们的 PowerPoint的前几个 因为要反复各位过来说 实在太 我们时间来讲 又真的花很多时间 那另外是讲到谁的 明真至佛说 这个佛说的部分来讲 两名相顺 如释的部分来讲 就是如佛所说 释佛所说 然后是讲相顺 让我们弃性不舒 就是让我们听闻者 能够不会听到 因为讲到佛法界等于 所宣说的教法 不会听到不一样 好 这讲真的是完全从佛所听闻的 就是断移诚信 让我们对这个华言心 非常非常相信 坚固 不要好像 我们现在很多人 就是对这个经典 认为是人所造的 人所翻译的 认为好像 他们认为 好像不怎么才信 大家这个真的还是要 要判断一下 因为我们 这个大菩萨 他们的法医 可以看看我们成官法师 他怎么样对华言心的 怎样的介绍 他是非常非常有结构性 而且是非常非常连串 只要是一个大菩萨 你觉得 比如说华华经 亏西法师所翻译 佛解释的华华经 你就可以知道 整个28匹是连串性的 没有所谓的 观世音菩萨 普门匹把它插进来 没有这个问题 是他们是一个大架构 这也是表示 是佛说法事 从头到尾 清清楚楚 咪咪白白 所以你要相信 因为我们大菩萨 都可以解释 这么样子的完整性 真的看不出来 有点什么 好像查进查出 他是非常完整的一部 成佛之道 成佛的一个修学办法 这是我们所说的断移诚信 那我们另外的部分来讲 就要解释 整个这个卢 卢是我闻的这个卢 所以找到大家一定要知道 是一切法卢 是一切法 这个卢是卢石像 真卢石像 一切法到最后 就会跟真卢石像相切 我们这个华言经最主要是怎么样开展 是从法界 大菩萨他如实知道这个法界 从知道法界的这个展开出来的这个盛大的妙用 所以他才能开展整个佛道 所以为什么华言经里面特从法界来谈起 因为我们华言经 他大菩萨 他马上就 他就是依佛的教导 他们的根气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真如法界 他们就非常信秀 而且知道真如法界的铁性是无所得 是空性 用这样子的无所得 用这样子的铁性去契合一切法 让我们让菩萨在修学的时候 在布施此间忍入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造这个无所得 无贪 无取 无止 无主 这样子才能够成就菩萨的一个道业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卢 真如法界 所以你能够了解这真如法界 你就能够慢慢走开 走向这个我们所说的菩萨的这个 整个我们所说的五个阶位 这个实性开始 然后一直到实定 那我们另外就讲以法体卢 整个法你一定要体悟这个真如 所以我们所有的教法 大圣的这个所有教法 无外都是从法界 整个要契入法界为根本 你如果所有的教法 没有依根本的法界真如的话 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佛法的真实欲 所以法界真如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法界真如的话 你就不晓得什么叫般若 你般若就是要正法界真如的根本质 无漏质 如果你不了解真如的话 你的般若的这个无相 无德 无取无助 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 修学的特色 就没办法选现出来 没办法使得上力 为什么是讲到所有的教法 你一定要体会这个真如 体如 这个如式的如 他有按照 就是讲到谁的成观法制 他也有这一点 也有提督这一点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长者 他特别特别的提到这一点 所有的教法一定要相应真如 他尤其是大圣的教法里面 经典里面 一定要从真如去契路 你没有从真如去契路 你会偏离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大圣的一个真实义 就讲所说法 所以所说的教法 还有这个谁的 还有这个 所说的法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佛从这个法界 因为他正到佛果 所以他从这个谁的 无漏的法界 就是他的真 我们无漏的法界 就是他的真如 没有被二障所遮盖 没有完全没有一点一点的 这个无明 所以这个时候他整个 整个法 这个时候我们的 佛在说法的部分来讲 他的所有的无漏的教法 全部显现出来 所以这样子才显现 这个时候来开导我们所有的 修学的一个 修学者的一个修学的理念 就讲到所说的法 还有法一如 这个所说的法者 因为这个是讲 所说的法者是说法者 还有所说的法 本身就是 一如就是完全跟实相真如相映 也就是到最后一定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所有的 布施慈皆 人路进去产地 全部都是一无所得 我们的这个 波瑞里面讲 无形 无取 无形 不是说完全不要做 波瑞的部分来讲是 你所有的都要去做 但是不要直取 我有在做 因为你一直取 我有在做 就我慢就出来了 我 那个 我见就出来了 我贪 烦恼就出来了 你这永远是没办法解脱 你连解脱道都走不上 你何况得这个 谁的 我们所说无漏的 这个谁的 无上正得正觉 所以讲 为什么讲到谁 所有的教法 到最后一定要跟正如法界相应 还有以法界治 法界治的部分来讲 按照来讲是我们所说的根本治 因为整个法界是真如 我们的根本治 原法界的时候叫做法界治 这个时候是所闻之治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有的教法 全部 我们现在的教法 大圣的每一本教法 都是从法界开展 我们所说法界 这个界就是因的意思 所有的教法 以契合法界 契合真如所施设的法意 所施设的我们所说的这些 这些的 我们所说的这些 文字元素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教科书 还有经典 不外就是 一定要第一关 一定要先契入法界 所有的 一定要从我们所说的 第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现在是 这个目标来讲是真的还是蛮 有点困难 真的还蛮有困难的 因为你要 要有因 第一个 你要非常 像菩萨一样 精进的修学 这个精进的修学 开始我们所说的 观 所言尽见是空 然后我又要观 我们所说修观者 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无能取 无所取 这样去断了 我们所说的帐 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因为我们所说的二空 这个时候会写 我们知道没有我之 没有法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写 才会显现二 真如 所以我们所说的 所闻之志 就是我们现在所听闻的 这些教法 都相关于 来自于真如 就即所闻之志 就是我们这所闻之志 讲闻所 你也可以理解成闻所成会 因为所以我们所闻为不外事 听闻佛所说的这个教法 佛所说的教法 完全是从正如法界 开始 没根本 才开展出来的 所以这个志 是讲到谁的 这个志是讲根本志 而所闻之志来讲 按照讲法界志 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漏志 无漏志 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漏志 它是我们 我们过去 我们的心 无漏志就是我们的心 志就是心 志 志来讲是 志就是会的意思 在我们菩萨的位阶是讲 讲会 在佛的境界是讲志 所以有时候是分内部分 那我们这些法界志 都是我们所说的守闻之志 就是守闻 我们过去所听闻的这些教法 这些教法 都离不开这些我们听闻者的这个无漏志 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个能文的能观的这个志 或是根本志 它本身就是一如也就是 它还是要跟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如是讲真如 所以还是要跟真如相弃 所以讲到这个志跟如是平等平等 明和不 明和不二 所以讲到谁的 这样子你能够这样了解 就是讲如是 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重 这个真如 一切法都要随顺真如 都会相弃真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说 心静不二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在缘境界的这个时候 它是明和 明和 这个讲到谁的心静不二 这个也是讲到谁 如是我闻的部分 就是心静不二 方文这个谁的 佛所说经 所以我们听文者在听佛所说的叫法 这个时候是相弃 明和 不要说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听文 就是讲到谁的 修学者 如果你一边听文 然后一边心想到哪边 就叫不相弃 这个时候就是二 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听文到佛所说的经 才真正的专心听到佛说什么经内容 所以他后面就讲心静如果有有差的话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说 心跟静没有对应 没有相弃 这个时候我们所说打妄想 因为打妄想 我们就不晓得佛在说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一打妄想就不晓得经典 送到哪边去了 所以想心静要不二 就是想我们心跟所缘静要非常非常的专一 所以讲到谁的 义父不能信受理那 就是想如果你有二的话 就不能理那佛所说的这个教义 还是讲到 那个如是的意思 就是叫 你要这样子的 就是能够相信佛所说的教法 而且你对佛所说的教法 你在看经典的时候 又能够跟它相应 这样子就是你能够领纳 佛所说的经典的真实义 那后面是讲我文 这个我文最主要的 这个我文的部分来讲 他还在我们的真 李通贤 他的这个我最主要的 讲这个法界自知真我 因为我们这个大圣的经典里面 就是要弃正真我 所以要说这个是我们第一部 菩萨的这个出地 不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还是讲那个菩萨出地 你又可以讲信味 这个你在真真如的时候 就是知道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 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一个真 你就是要知道它是出离世间的体系 所以你听闻的教法这个时候 整个就是要迈入我们清正到真如 我们听闻教法就是要清正真如 这个这个真如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我 比较讲的是真我 就是法界自知真我 就是你要知道 以气正真如的这个部分来讲 是法界自 法界自是无漏制 无漏制在原根本的 在原真如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真我 就是讲到这个我 本身来讲是讲它的常住性 还有它的不变性 还有它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 就是讲到这个它的常热 也是讲它常热我性 就讲它的常住 还有它的本身是自信亲近性 还有它极灭性 极乐极灭的我们所说的一个体系 没有烦恼这个体系 还有它本身就是 就是讲极灭乐 自信亲近 还有这个我常住 常乐 我 我就是讲这真正的自在 主宰 就真如才有这个体系 然后这个极正真如之后 才会到佛的位阶 才是全部究竟的常乐我性 就是讲到法界制 它在清正真如的这个时候 这个我文 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教 大圣的教法里面 就是要清正真如的这个部分 这个真如就是讲真我 或是讲真心 或是讲一心 所以环界法界制是真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契入这个经典之后 契入这个大圣经典的这个时候 就是要会 整个到最后就是 就是见到我们本身就是真佛 环文法界制是真经 这个时候真正的这个在契入 我们用 我们在天文佛法的时候 就到最后这样 这个 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个华眼经 它是大菩萨的 它完全就是 佛说 比如这那佛所说的经典 它完全对象就是大菩萨 所以这个大菩萨它来讲 它这个我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法界之真我 就是我们无露智 在圆真如的时候 它就有 它知道这真正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无露智 它在 所以它未来一定要还见 见到它本身就是真佛 因为它有所谓真佛 就我们所说它成就无上正的正觉 所以这个时候环文 环文这个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它这个时候在听闻 大 华眼镜 所以它听的这华眼是 是我们有真实的教法 所以 总法界制之真人 是整个是 总法界制之真人的部分来讲 就告诉大家是讲到整个 因为这是讲到谁的 一个是了解这个我 对讲到这到底我们要去知道的这个 我是什么 在圣文圣法里面是无我 可是在大圣的部分来讲 比较讲的是真如那个失我 然后要成就是我们所说的真佛 然后我们成就真佛你一定要听我大 华眼镜正经 然后整个法界制真人 整个法界制真人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真人 就是讲真正的修学者 就讲到谁的 副为主办 副为主办的部分来讲是 说法者 还有我们所说的 办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修学者 副为主办 有佛说法 有听闻者 所以讲到是 才会有我闻 菩萨在闻 所以反而接了法界之众生 我们所说的 就是讲真众生是讲大菩萨 误入法界之真性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话就是回过头来 听闻之后他成为真正的 真众生是小菩萨 然后误入法界之真性 所以误入就是能够真正的亲证到 真性是讲真如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如是我闻 我们理通写他依在真如 因为在怀恩经的部分来讲是站在法界为他的根本 所以你在大声心里一定要抓住真如法界 这个一时的部分来讲 这个按照来讲 这个一时按照如果以论的部分 这个完全是以论 就是李通贤的解释 这个一时最早的是讲到谁 如果你要依照其他 因为我们以前对经典里面就一时佛在怎么样怎么样去讲他的这个 十成就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时间 这个特别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记录 就是因为印度没有时间的记录 没有准确时间的进入 第二个我们的时间是因为在维世佛学的说明 有心王心所还有设法三种才会有这个时间的概念 离不开这三种 第一个离不开说法者 离不开听闻者这个人心王 还有他的在听的时候他有这个耳事意识心所 我们耳事闻的部分 我们讲若是我闻那个闻 因为他一定要有这个心王跟心所 然后要有这个在处所 在处所比如说 你在美国的时候一看到手表 美国的世界 如果是天人 比如说一个他方的一个菩萨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我们先不要讲花燕琴 我们就讲其他方的这个谁的 社界的这些天人来听法 天人一看到他时间天的时间 那我们所说的我们人一看到时间是人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这一时没办法确定 到底要 他的这个时间到底是要依 依美国的时间还是依中国的时间 还是依台湾的时间 还是依日本的时间 所以一时 所以我们想说如果你要讲 金子说花燕琴时不及不耳 就是我们这个一时 在李同学的解释 就是不这么说 因为我们一时最主要的是依照我们人 到底是哪一个美国时间还是 还是那个 还是日本的时间还是什么时间 这种概念来说一时 但是我们的法燕琴的部分来讲 一时不是这么说 你也可以这么说 只是我们李同学 比较着重这种说法 就是 法界挺 就是他的这个概念 是从真如法界 从他来说 来与他为根本 从他来说他的时间 所以他的时间只有 因为我们法界 我们真如法界没有时间概念 因为他是常住 他是我们所说的 他离开缘起 我们真如法界本身来讲 所以即一刹那间 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有说法者 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说法 所以他以这个一刹那 就还有用这个一刹那的时间来讲 非常等 就讲一刹那 这个就是表达了这个 就是讲初世跟涅槃 表达就是 因为 因为 因为以真如来讲 他真的没有时间概念 因为他离开缘起 他不是世间的这个范畴 所以就讲 只是要用这个时间的概念来讲 讲他这个初世跟涅槃 以一言阴 以一言阴去讲 佛陀在说法 是听闻者 我们所说一阴教 一阴 听闻者来讲是完全 就讲他一言阴 这个时候就一时周遍 就完全 就讲佛说法 比如说佛说法华经 不是只有一个时刻 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 也有说法华经 比如说法院经 他的初会 比如说这个初会 按照来讲是 我们看 我们看 按照解释是 他一会二会 三会四会五会这样到九会 其实按照如果是真正的 报身佛来讲 他是周遍性 这种周遍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比如说他这边讲 讲初会 可能另外一个国度 就是讲第九会 他有这样的 非常不可思议的周遍性 所以讲一时周遍 所以是讲到谁的 这种一时周遍 是整个十方国土转法轮时 这个叫一时 所以他的一时是 就是讲到 因为以华言这个概念 是我们所说一种 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所说的 这边所说的 在佛说法的时候 十方佛国都在转法轮 这个叫做一时 那另外的讲到佛 佛的部分来讲是绝 绝的部分来讲 按照我们的佛是翻译 翻译的语词 他的真正的意思是绝 绝有两意 第一个是始觉跟本觉 基本上来讲是 按照他的 比较依照其心论 其心论的手法 始觉跟本觉 什么叫始觉 什么叫本觉 始觉的部分来讲 我们起心论里面有讲 第一个是始觉 始觉的概念是 与本觉而施舍 第一个就是讲 我们要觉悟真如 在觉悟真如的时候 是叫做本觉 我们要有本觉 就本觉觉悟真如 因为本是讲真如 所以觉悟真如 但是因为我们众生 是被无名所持 真如被无名所持 所以叫做不觉 我们因为不觉 我们就讲到本觉到不觉 那不觉的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众生不觉 后面因为修学 然后在初地的部分来讲 是清正真如 这个叫始觉 他起初 这个是对于菩萨的部分来讲 初地他 从始就是开始 以前没有 现在有 是叫始觉 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觉 为什么讲到始觉 始觉跟本觉 所以他真正就是 清正到真如 叫本觉 然后才会有不觉 然后是讲始觉 所以这个佛 佛一定要在觉 觉悟始终 为什么觉悟始终 真正的佛 在成为无上正德正觉的时候 他知道 他知道 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始觉 是因为 我们的真如被遮盖 才会有这个始 开始 开始的概念 如果 但是讲到谁的 以真如这个理体来讲 他没有所谓的开始跟终点 因为他是常住性 他体性就是常住不变性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开始跟终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佛才了解 原来我们这个真如本身来讲 是从头到尾 是体性 是自性 清静性 没有所谓的懒悟性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 所以讲到所谓的 他就讲菩萨 我们初地菩萨开始始觉 所以这个始觉 这个始觉 就是讲初地菩萨的始觉 然后中的部分来讲是 就是我们的佛 佛是所谓的种 所以说他的觉来讲 是两个是我们的始觉 始觉跟这个谁的 我们中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就是讲这个 就是没有从始觉开始悟 然后到最后 没有两个差异 叫觉无始终 那两个没有差异 两个都是同样那一个真如 只是一个无明 我们的这个始觉最小的是 他刚好这个无明被少许 我们所说的清掉 他有很多的无明 本觉的部分来讲 本觉是众生的层面 他几乎都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本觉是讲 觉悟真如是为本觉 所以以众生来说 本觉是还有无明 无明所遮干 所以这个时候 是觉悟始终 他知道这个真如没有始 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他是常住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佛陀 这个佛的名称就是三世藏进 他对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 他对这个烦恼战跟所知上完全断 处理完毕 就叫三世藏病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 因为这个就是要 我们所说的这个佛 就是讲毗如真那佛 那全教 所谓全教是我们 我们礼藏者的全教是讲般若 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所 现在所离看得到的 除了华燕经之外的大圣经典 应该我们还是比较失色在 他为什么讲全教 因为在华燕经里面来讲 他是原教 全教的部分来讲就是 有出世跟虐吧 所谓叫做全教就是按照来讲 他的概念就是化身佛 他有出世 他在印度出生 然后他在我们双灵 涅槃 就会有这个所谓的 有始有重 因为化身佛出生了就开始 然后他入灭盘了 有始有重 跟这个真实佛来讲 来讲是所谓的无始无重 常住 那在的部分来讲 这一时佛在的那个在 最主要是在哪边 到底在哪边 他这个比较解释的是讲到 指的是事相跟法 所谓是就是确实 指出是在哪里 这个文靶去掉 文写出了 在这个摩切特国 摩切特国的部分来讲就是 现在就是在菩提盖亚那边 那边有一个大菩提树 就是在那个叫金刚道场 菩提道场 就是讲在事里面就是 特别就是讲印度的这个 这个国家 还有在菩提盖亚 那另外一个在 在哪边 这个就是在法界 真正的 真正的 佛在说法院经的这个时候 确实是在法界 在无穷无尽的法界 这个大家可能感受不出来 因为这个是法院经是 就是毗无遮纳佛 报身佛所讲的经典 所以它是在佛的法界里面 所以为什么讲法界 按照真实意思在法界 因为它就确实在 正实 我们所谓是真如法界 真如没有被遮盖 所以讲到 到最后就讲到谁的 即是即法界 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意实体 实地来讲 就是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印度的这个 什么的菩提盖亚这边 如果说当下就是一个 佛的法界 这两个是没有无二 就是讲你要知道 一个大菩萨来讲 所以我们的大菩萨 他在县长的部分来讲 就会 那时候他感受的是一个大法界 不是只有在菩提盖亚 因为依我们来讲就在菩提盖亚 依他们来讲就在大法界 所以讲为法界中 我们所说的 无中边大小彼此 就讲到谁的法界本身来讲 离开这些的我们所说的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十项 这个大小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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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中是中道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尿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尿 你如果知道 谁的 那个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十项 中道十项 就知道什么叫做边界 也不可能说 知道真如的这个真实 真实欲 不知道边界 两个都要 你知道边界的话 你就知道是中道十项 因为这两个一定 一定有连带关系 所以讲这两个是 不给不理的关系 所以法界来讲 为什么叫无中边 因为如果说你清正到 中道十项 这个真如 如果是你又还有 执着它的话 就是边 这个意思 所以它不执着在中道十项 也不执着在边界里面 所以完全 所以完全 佛是不沾着任何的 我们所说的任何的一个 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好了 住取 所以它不沾着这个中道十项 因为如果你 住一个中道十项 那还是一个不正确 就想那何况是边界 所以讲到两者 双方都不在 不无耻的意识 也当然能大小 彼此 就讲所有的这个 对立关系 它都不在支取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收法地点 法界 那后面的 就讲到这个 这个阿兰若法 阿兰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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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若的意思就是 讲到谁的激进 激进 激进 激进的地方 依照他的解释 有两个 是跟律 这个是也是跟这个 在的意思一样 就是确实在 我们人间 就在《佛》 所以他是讲到 一事来讲 事项来讲 确实是在一个地方 这我就不念了 就是在我们的菩提道场 那菩提道场到底在哪边 他这个讲到谁的 此处有一万道场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有 有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神 这个神 我们在世主庄严品的这个主 有世间主 就我们的 比如说地神天 我们所说夜神这些 这边藏在那边守护 所以一切佛事成正觉 所以所有的佛都在菩提嘎亚 在这边成等正觉 所以佛也在 我们譬如是那佛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他讲 在这个非常激进的地方 在这边成就成正等觉 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他已经 所有的修学如来外去全部圆满 好 全部圆满 好 这个时候中道无偏 这个中道无偏就是 他完全就是离开我们所说的 整个整个整个双边 整个整个双边 无偏的部分 没有偏子 这个讲这个 整个修学来讲是中道这个 所有的偏子 就是讲他的 是 那里的部分来讲 里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 因为讲阿兰洛 阿兰洛就是这个时候 在里的部分来讲是讲 一切法治体净 因为阿兰洛是在印度的 菩提嘎亚这边 他就是非常激进的地方 大家应该有没有去过 菩提嘎亚 真的很净 因为你凡是你进去的人 进去的几乎都是修学者 而且几乎都不会 我们说真的是那种向导之心 非常强烈 几乎没有什么吵诈 真的这个是很难得 非常非常难得 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 很殊胜 所有的我们佛教徒 去到那边几乎都 这个时候几乎都不在意 不在意说一些话 非常净净 自动就会有这种 我们所说的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 你就会有这样子安静的 这个谁的 显现 我们就讲到 一切法治体净 阿兰若就是极净 所以既然阿兰若极净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的佛陀看到一切法 都能够知道 他是极灭性 一切法 都带出他非常极灭性 一切法 对佛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捆绑 没有任何的残忽 这样才是真正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大涅槃 因为一切法治体净的部分来讲是 大涅槃的境界 所以这个大涅槃 他又有带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无上正的正觉 所以他能够动 他不是完全是偏向于我们二圣的这个 无意涅槃那种 极净而不动 所以他有 他又能够像佛一样 他就讲到他的这个 虽然在阿兰若极净 可是这个佛在当下 所正的这个离体 我们讲一切境界都是极灭性 一切境界都是大涅槃 而这个大涅槃的部分来讲 即使他在运作他的试制 他的佛制 都可以带出这一切法 都是极净性 所以真正的阿兰若 不是只有在试 我们所说的 不是只有在菩提嘎亚才是极净 一切的地方 全部都是极净性 那后面的最讲是讲菩提道场 也有带出这个试跟领 那个试的部分来讲也是讲到这个 因为菩提道场就是讲到 这个阿兰若法 菩提道场 因为在极净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菩提道场 所以菩提道场也有两个意思 也表现的这个试 就是在 在这个 菩提嘎亚这部分 那里的部分来讲是讲到骗法界 因为我们佛陀他成就的地方就是道场 以道为场所 以真实道为场所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礼 所以他这个 这个讲他的菩提 是讲到 以礼来讲是遍法界 他能够正道这个 他以这个 我们所说的 以菩提道场来讲 这个菩提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 用理来讲 所有的地方 都是他的道场 是遍法界 法界无边 任何的地方都是他的道场 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 这叫做遍法界 还有法界无边 所以因为法界无边 他的道场 也无边 所以我们所说的 我们佛在当下 他 因为他坐在 菩提嘎亚 他的师子坐的那个叫做菩提道场 按照如果你要这样子讲 理解的话就是太狭隘性了 真正要理解就是 他这个时候是以所有的法界 佛法界作为他的道场 作为他的道场 就是道场一无边 而且一切岔皆是成佛 一切岔皆是成佛 如果是讲到谁的 当他在成正等觉的 是成正觉的当下 可以看到是每一个地方 都有视线 他沉逢 不是只有在我们的这个 不是只有在我们印度的 那个菩提嘎亚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讲是在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 好那 那 这边讲这个为什么讲道场 因为讲出道场是讲 因为世间他为什么不讲世间 是讲道场 因为道场是检会 因为道场是修学的地方 所以他 他 这个检就是 我们所说的 检除 因为检再来讲就像剪刀一样 就是讲检别 他跟这个谁的 污秽吵杂的 这个地方 世间污秽吵杂的地方 分开出来 所以也采用道场 所以它是一个法场 而且 这个道场 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学的地方 佛说法的地方 而且 这个地方可以制我们的无名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印度菩提加亚 真的大家都是非常精进 很多人就在那边礼佛 还有这些诵经禅定 所以一心一意的 我们所说想要解脱 想要 我们所说成菩提 你讲为什么自护 视线成佛 他 在我们讲到谁的 为什么佛要视线佛 这个在我们 我们的经典里面都会提到 为什么要线佛 因为佛 佛线出他修学成就 最可以 最主要是断除我们众生的疑惑 这疑惑的部分来讲 最主要的是 就是我们这个讲断于身 成性分 让我们 真正的能够坚信 确实是有 佛 确实在世间 确实是有一个无上正的证诀 有这个佛陀成就这个无上正的证诀 所以叫断于成性 我们要相信 这个性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众生 烦恼无名 所以我们 如果佛不说的话 我们几乎 不相信 是为了 成佛才要 你有看到 有成就佛 你才会相信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堂课 我们现在是在传要的第三十八页 大家可以翻开来 这个是依照这个离长者 他的解释 就是他能够告诉我们 这个六句 从如是我闻一时佛 一直到这个死成正觉 这个最小的是断于成性 断 我们对这本经的 所谓的 不相信 所以 让我们能够相信 这本其实是真是佛修 真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 那他最后这个是 解释舍舍正觉 他这个解释是非常简单 让我们知道这个死 死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到佛的位阶 这个时候 我们死成正觉 最好是 不要 就是用死成正觉 这个四个字好了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死觉 死觉 依照 起信论的死觉 就是讲刚才所说的 他因为不觉 众生不觉 才会第一次 轻正正入 这个叫死觉 那我们 所以 按照如果讲到死觉 就是讲起信论那个死觉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字讲到死成正觉 那他这是讲到谁 已经照成佛 佛果的位阶 所以他讲古今情境 因为从过去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情是我们有情的情世 有情的分别 妄想 因为讲情 因为讲情 众生的这个友情 情是在这边来讲全部断静 处理完毕 处理清戒 所以这个叫死 开始他成佛 这个叫死 那正的部分来讲是 在佛的位阶 来讲 他对世间不再有依靠 他不再依世间的任何的一切 这讲到谁的 无所依 因为我们众生就是一直依靠 等一下依靠朋友 等一下依靠父母 等一下依靠我们的长辈 有所依 依照财 依照地位 有所依 但我们佛已经不再依靠任何 世间的任何一切 就叫无所依 因为有依就是会有 捆绑 心会住去在那边 所以 所以说为佛的阶段 不再有依世间 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正 真正的正 这叫正 他不再 因为有依就是住 有依就是取 他不再有这样子的偏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就是讲正 那什么叫绝 绝的部分来讲就是所说的理智相应 理的部分来讲是真如 智的部分是无肉智 他在我们所说在 根本是在圆真如的这个时候 这个真的就是讲是绝 绝 整个菩萨道 整个修学就是走在理智相应 整个做实践的菩萨的万行 然后因而又发起流露出这个大悲 好 非智的运作 展露出这个文书的般若智 所以讲到 所以讲为什么 理是真如 清正到真如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菩萨都能够 好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这个平等智全部都会出来 众生平等 也会出来 这个时候会流露大悲 悲心会出来 所以他 好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悲 然后他的般若智 会跟这个真如相应 所以说他整个成佛的大道实地 整个修学 整个就是这样子 自觉学他 为什么觉 德如是法 德如是法是 所有的华言经整个结位 整个所有的提出来的法 他都成就 德如是法 不是德 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法界真如的所有的 依法界真如所施设的所有的教法 全部 成就完成 然后 那后面也是讲到他的觉 是讲到真正做好这个智觉跟觉他 全部 觉醒圆满 好这个是我们 旅长者的解释 他的解释是比较 比较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刚要性的解释 那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 我们回到 回到我们 因为我们 讲到 始成正觉 这个始成最绝的这个是讲到 按照我们 成观法师的解释 最小的是讲 因为前面是讲一时的这个时 这边最小的 因为开始的这个时跟时间有关系 所以它是再度的说明在哪一个 哪时候成正觉 所以讲到前标一时 没有真正的提出 确定时间 这边最早的 又开 又比较 就是说 掌握到他时间 就是在 佛 成佛的这个时刻 出成佛式 所以 就是讲大师出现时 就是讲 因为佛 他成就佛陀 作为大事 所以他 这个时候 他出现在人世界 所以按照 真正的这个时间就是 成佛时 然后他说法时 就讲的是 他的这个讲到 始成正觉这个部分 来讲 就讲 第一个就讲到他成佛 然后他说法 因为他 他第一本就是说华严金 那这个 讲这个 此教圣 此教圣是讲这个 此教是讲华严金 非常非常殊胜 他怎么殊胜 最主要的是 我们所说的 刚才我们想的是 他是第一本 教圣 还有一个宗教的根本 所有经典的根本 所以在于初始 就是他 成正觉的时候 所开演的这部经典 所以先说时 才解释他成佛 好 那前宗三 就讲到谁的 这个 初始取所以 这讲时间的概念 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 到底怎么讲时间 这讲在初始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华严金书超的第六十页 按照我来讲是在世主妙夜品的第一的第六十 最假的这个时间 最假的这个初是上种 最假的这个初是上种 什么叫上种 它是一个总体概念 上种 到底是 法严金 到底是哪时候 哪时候 开始说 几日之初 在我们的 佛教的流传 根据佛 佛说法并不是马上说 他停留了好几天 所以就讲到这个 几日之初 这个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讲到 我们的酒会都有他说法 这个到底是哪时候 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死成最绝 因为死成就是 死就是刚开始 出的余事 这个 这酒就是讲到酒会 到底是也是哪个时间在说法 因为 我们所说第一会是哪时候在说法 那其他的八会哪时候在说法 好 这两这些的实经概念有没有相同 他的这个解释有三个 三种 第一个就是讲不坏前后相说 就是讲一般的认识 就是讲既然有一会二会三会四会 就是讲第一会在前说 第九会在后说 就有前后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 前后概念 就是讲不坏 因为既然有这样编 就会有一会 第一会最开始 然后一直到第九会 在后面才输 好 不坏就是世间的时间的这个 次第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是圣论式 什么叫圣论式 这个论式 是依照 世青菩萨的这个 这个谁的实地经论 好 好 因为菩提流之所翻译的 因为他在这边有解释 他的解释 就是 九会都是在二期 就是我们所说的佛 他在第一个星期天 并没有说法 他是在二期之后才输 好 就讲二期之后 就是讲 就是讲七 一个礼拜 然后在 我们讲七天之后 他才输法 所以七天之后 离佛成等正觉 没有 没有太久 所以还是包在 成正觉的这个时刻 还是纳入 因为佛 他在成佛这个阶段 几乎是 没有很相近 所以几乎很相近 所以把纳入这个 始成正觉这个时刻 第三个是 实在圆龙的这个解释 这实在圆龙解释 跟我们的 立长者解释 是差不多 讲初诚一念 就是讲他的 初诚正觉 那个一刹那 这个所以他说法的部分来讲 是一阴 顿也 所以他这个时候是 完全是 法界等流开示 这个华严经 这华严经每一会 七处九会 无尽之闻 所以不管是哪一会 都可以在 一个时刻 全部映选出来 就是 所以我们 实在是很难想像一个境界 所以这个 时间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依佛概念 因为他可以在这边 讲 讲初会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讲第二会 都是同一个时间 一时 他可以在 另外一个佛国 因为他可以 牵拔一身 所以他可以在另外一个佛国 讲第三会 是这样 所以 讲日秀向海 一时映现 都是同 亦云说法 这个就是 讲时间的一个概念 按照我们华严经 就是讲这个 那后面最短的一只脚 这是我们的一些 一些的这个 佛学的基本常识 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 陈观法论词 陈观菩萨 他这本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他说到很多 其实他都有分类 很少有经典里面提到 比如说 死神正觉就讲他成佛 每一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 毕如这那成佛 释迦美佛成佛的时刻 到底 成就的佛到底是 这个境界怎么说 我们的陈观法师 就会把我们整理出来 第一个就是小圣怎么说 然后就讲我们的这个 死教怎么说 死教是讲 按照来讲 死教是在他的概念里面 是讲法相中 因为 法相中是讲到谁的 他有这个 他是大圣的开 他把列入是 刚好是属于大 他的编排是讲 是大胜的开启 开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的那个 弦欲 我们所说的 华言弦谈的部分 就是他的分类 他认为是讲到法相中 讲这个 到底有没有 成佛的部分 他认为有 我们的 华言金的改立场 所有人都应该要成佛 所以他把这个 这个法相中的部分来 纳入这个大圣的开端 另外是宗教 宗教是讲法华经 宗教 后面是讲顿教 结果是讲我们的远教 到底是成佛 到底要怎么样绊倒 那我们先介绍 申闻圣 申闻圣 最讲的就是讲到 他的概念 这个是在 大毗菩萨论 里面讲的 他对一个 他认为 修学者菩萨 一定要经过三十四星 才能够成佛 哪三十四星 第一个是见到的十六星 我们见到就是 讲要 我们八人就是讲到谁的 他要观 观苦其灭道 他要在三界观 在欲界说为 忍 还有这个谁的 就是讲 忍 然后他得的是法治 所以他又 观那一个 苦其灭道 有这个谁的 因为讲见到观 这个 我们所谓的 苦其灭道 他有这个谁的 八人跟八成就八字 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后面的是讲 后面讲 离有鼎滩 离有鼎滩的是讲到 他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修学到 欲界色界 无色界 他要这个有鼎是讲 非想非非想天 他一定要离开 到最后一定要舍离 好 这个有十八念 那十八念 就讲断有点祸 他的 我们后面也讲到谁的 那个 第一个就是他的 就是大悲菩萨认为 你要成佛一定要经过这个 这三十四星 所以你断有鼎滑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要断这个非想非想天 这样子的无名 好 这个必须要经过 九无间跟九解脱 就无间道 还有 谁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 解脱道 有这样子 九无间跟九 九 我们所说的 九解脱道 这样是 十八 然后加上前面的这个 十六 就总共有三十四 好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生文圣要经过三十四星 好 所以这样子 半道你才能够成就佛 好 所以他这个讲到 一切菩萨 就是讲他的这个 先 他的 他的修学 第一个先 先 先半道这个 所谓的 遇界到 无所有 无色界的第三天 在无所有处那边 先处理这个部分 遇界到 无色界的第三天 所以 是讲 先以无所有处 这个时候他能够 离开坛 方禄见到 所以说 所以是讲到 见到 见到之后 所以他要 所以方禄见到是讲到这个见到 三十六星 你一定要先见到 然后不复虚 断下地的烦恼 所以说他 他路 就是讲这个 所以 第一个他处理的部分来讲 一定要 先解决这个 所谓的 出地到 而且我们所说 遇界到 无所有处 然后这个时候 离开这些的 叛生吃 根本烦恼 这个时候 他认为这个就是见到 所以他不在意处理 我们所谓下地的烦恼 所以他 他后面的部分 你见到之后 就是要处理这个 非想非非想 因为他剩下最后一天 所以这个讲到这些的三十六 三十四星 所以能够可以处理掉这个 我们所说有点的这个 所谓的贪 就可以称风 这是我们在生文圣的说法 这大毗菩萨论 你生文圣 按照来讲是只有解脱道 就没有这个所谓成佛术 那死教 那死教 死教说法 因为他 讲 死教就是讲他有化身佛 因为他是化身佛来 来说法 所以他有化身佛 他八向成道 所以八向是 就是讲约化 就是讲化身佛 有这个八向成道 这个所谓的视线 那后面他怎么样子 就是因为他这样视线 怎样子 这样视线 整个修学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 他要得到 无上正德正学 所以他要 整个修学一定要经过 菩萨的实地 这个菩萨实地 一定要全部做到 菩萨行一定要圆满 所以叫 在报 你要成就报身佛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经过实地的菩萨 十个阶位的这个 按照我们的 为是佛学 最小的讲 要修学菩萨实地 这个菩萨的这个 修学一定要完全圆满 然后圆满之后 就会带出这个 谁的大圆禁制 然后带出 我们所说的 平等性智 妙观察 是神所做智 有智 所以可以断葬 无漏 这四个无漏字 断葬 这个讲创严就是 创就是开始 这个时候佛的成就就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四字圆 圆融 就是创严就是圆满 这个时候 他就 这个时候就是 成就报身 然后这个叫实诚正确 这是以 我们的维术佛学所解释的 最主要是 他有四字的圆满 还有二障 全部 总清理完毕 经过实地的修学 那第三个是宗教 宗教 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 那个 华军的这个部分 宗教 那个巨石集古今秦王 就讲他还是要 整个 成佛一定要 对于这个 过去到现在的这个情势 妄想 一定要全部 对峙 好这个时候 叫秦王 不再有众生的这些妄想 另外是讲兴无出相 所以这个我们所说 无肉制在圆真如 不是无肉制 我们佛的这个 我们佛制在圆真如 在圆一切境界的这个时候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谁的 讲兴无出相 我们所说的 没有所谓的 因为他 他在圆真如的时候 根本没有所谓的 有 开始这个 因为真如体性就是 无来无去 无始无重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这个 还有这个出相 中相这些 所以叫兴无出相 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始成正觉 就是讲真正的成佛的意思 兴无出相 因为如果他还有一个出相就是早相 你又早相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成正觉 所以无念而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佛 他本身就是讲到 照一切都不在之取 叫无念 叫无念 他像无念 照一切境界 而想都不在之取 要念 所以他是长照 这才是真正的证据 有照 因为所谓的照就是光明 这样无念而照 所以为正 这个剑心 这个剑心常注 说为觉 剑心是我们的这个 佛的这个 无露智 因为他是在 因为他是在原境界 所谓的剑心 因为他是在原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他 常 我们所说的 依照我们法相中的讲 他四字都是常注 念念相训 不会断灭 他 讲剑心常注 所以无露智 他在原境界的这个时候 都是属于常注 就讲到所谓的 佛的 佛的二字 不是四字 这个叫做觉 然后后面也讲十本无二 所以他这个佛在觉的时候 他的这个 他可以 他可以体证到 他跟这个 菩萨在出地的时候 失觉 还有 在众生的这个 场面来讲 对于真如的这个本觉 来讲是没有 不一样 无二 没有不一样的 都是同觉那个法界真如 没有说 佛觉得跟 出地的失觉菩萨 不一样 佛觉的这个真如 跟 众生的这个本觉 不同 都是同一 无二就是同一个 就采真正的 声闻圣 就是讲声闻圣的 这个应该来讲 是讲 我们所说的不败佛教 怎么样 对这个 成佛 他们的 他们的说法 还有 这些 法相中 说法 还有 我们所说的宗教 宗教 因为 因为 这个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 众生的 这个 所谓的 群世 妄想心 这个时候 完全对峙 都没有了意识 所以这个 当 当当 这个时候 这个 所以他 这个 无念 为 为始成 比如说 这个时候他 因为他 因为他在 在心事的 这个 这个 当下 观醒的 这个部分 来讲 他这个 这个时候他 官到一个 就是 官到 真如 所以他本身就是 所以他的 当当 无念 为始成 就是讲到 谁的 真如 体性 是无念 然后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 观醒的 这个部分 来讲 观醒的 观醒者 他在 行官的 这个 当下 就是 没有 知识 所以这个时候 虽微 始成 刚好 初步的 我们所 成就 要 始成 所以 心无初相 就是讲到 谁的 我们所说的 其心论里面 就是讲 菩萨地境 菩萨的 这个 就是讲到 菩萨地境 就是这样 十地全部做完了 所以讲 这个 刚才所说的 这个 十地的修学 全部圆满成就 断葬也成了 所以决心出息 这决心出息 就是讲到 谁的 佛 他 开始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心无初相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 无肉制 他知道 这无肉制 最主要的 就是他 无肉制 这个时候 他不会 还有 停留 因为他 无肉制 是所 我们所说的 这个 我们的 佛的 佛的无上 正等正觉 是騙觉 他没有所谓的 一定从这个时候 开始起点 这个叫 心无初相 以远离为信念故 与远离为信念故 这远离为信念的部分 来讲是我们的佛 他已经远离了这些的 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 我们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刚才所说的这个 游想 非游想 这些念头 他都已经离开了 都已经舍离掉了 这个 所为 见心性 所以他 看到了 这个谁的 真正的 这个谁的 心性 这个时候他的 无肉制 这个心讲无肉制 佛的无肉制 大菩提制 这个时候 当下是常住 这个所谓 究竟觉 所以这个觉 是讲 使神正觉的 这个觉是讲究竟觉 那后面 就是在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什么叫使神正觉 这是依宗教的解释 无念而造 所以他 他当下 就是讲到他 所谓的无念 就是我们所说的 依照波勒的解释 就是 他在 比如说他在念过去 念现在 他都不会在 直取的意思 叫无 因为他在讲 我们所谓的无念无形 都是讲不知取 这个是 然后这样子去做 整个 我们所说的 就是讲到我们的 佛 用这无肉去造 就是所谓的正 佛的大无肉制 大菩提制 他 他虽然 照到众生层面 知道众生的过去 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不会直着 所以叫无念而造 所以说为真正的正 没有任何的直取 如果是无念的话 如果无念的部分来讲是 急而失照 这无念的部分来讲 有两个 如果你要讲无念的话 第一个是讲 无肉制的无念 第二个是讲 我们真如本身就是无念 真如本身也是无念 因为根本 我们的无肉制 他在原境界的 在他的所原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讲 完全是香气真如的体性 所以他还是无肉 无念 所以只有如果说 我们就讲 这个唯无念的这个无念 按照如果是 你要这样讲 无念的部分来讲 而造 就是我们所说的 根本是在原真如的时候 他相应整个真实法界 这个时候他又进行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 佛的这个谁的 无上正的 本身无肉制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一个 兆 这个兆是我们所说的智慧 因为兆最小的小智慧 如果是无念的话 这边的无念 最比较 比较着重在真如这个体性 如果是讲这个真如本身就是无念 好 他会因为真如本身是极灭性 所以 因为他是 真如本身来讲离开心 他不是心的意思 他是完全是极灭 所以他极灭他 他就没有这个谁的 无肉制这样子的灶 灶的 体性 所以讲集合施灶 如果是灶体的话 灶体是讲 我们的 一般的灶 念 因为念也是一种 我们想 灶 因为无念而灶 我们的这个灶是讲这个 因为灶也是讲心的功能 心的这个 我们想智慧的一个灶 好 所以灶而施极 就是讲到那个 我们这个讲 灶是讲那个 我们所说的 能 心 心的部分 因为心才会有灶 所以灶体最主要是讲心 一般的这个灶 来讲是灶而施极 所以一般的众生的这个灶 来讲是没有 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一般众生的这个 看能见性 他一看就是支灶 助取 所以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他施极 他没有办法 跟这个极灭没有捆绑的境界相应 所以为什么讲到造而施极 所以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菩萨 他的这个 他的心 他在我们远境界的时候 因为菩萨的这个 菩萨的造之技巧 他能够制造也可以造他人 所以这个造来讲就是 他没有像佛一样 全部都清净性 没有捆绑 没有任何的残伏 可是菩萨还有 菩萨他还要度众生 菩萨在修学的时候 他还有法治 他如果还有 因为他还要取向正等正觉 他还有这个所谓的 他要取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样子的捆绑 所以他还有 所谓的造而施极 所以他还有捆绑的意思 没办法真正的 我们的处处我们所说的 我们烦恼的极灭性 所以 这个无尿而照最角的讲 我们的这个 最角的讲真如在圆 我们的这个无肉制 我们的佛大菩提制 在圆真如的这个时候 他也可以 对 产生这个 对世间的这个造 这个意思 所以他 不外是讲 这是讲忠道而行 好 第一个是可以 清正法界 第二个又可以用他的这个 方便式去是度法众生 这叫做无念而照 佛到底是造什么 造我们这些众生界 不是造谁 因为他要说法 所以讲这真正的才是正 如果是 只有真如的部分 他只有无念 我们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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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慧能的这个谁的 也是讲无念 那个 六祖慧能他讲的六祖谈心 这边的无念 就是讲真如法界的无念 我们讲这个无助无念的部分来讲 是讲真如 所以他有 可以相应真如法界 也可以这个 又可以有这个 我们所说的佛制的运作 不会偏在真如法界 也不会偏重在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带有烦恼性的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心形 所以他离开这两个 两个 两个 不正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正在双醒 正在双醒 就是讲这个无念而造 可以相应法 法界 真如法界 又可以 带出这个 他要说法 所以造众生 那后面是讲到 建心常柱 称为绝 你也讲刚才所说的 无漏 无漏制 所谓建心 所以得建心性 得建心性的部分来讲是 我们所说的 我们无漏制在圆真如法界的时候 他是讲这是叫建心性 这个心极常柱 所以这个所有的 这个心是讲无漏制 佛的大元 佛的这个大菩提智 他就是相续不断 一直到谁的 我们所说无穷无尽 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觉 那实本无恶就是讲成 就是实觉同本觉 所以不要说到最后看到的真如法界 初地菩萨的真如法界跟佛的真如法界不一样 这就不是成 所以讲到死觉同本觉 正无复死 正无复死就是讲 真正的究竟觉 他没有所谓的 究竟觉来讲没有所谓的 开始觉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死觉是因为 对不觉才施设为死觉 如果你无名没有遮盖的话 都是觉 没有所谓的死觉 所以没有所谓的 那个始本之欲 所谓究竟觉 这是我们书超 成观法式解释 让大家能够知道 死神戒绝 有不排佛教的说法 还有有这个谁的 死教的说法 还有宗教的说法 然后顿教怎么说 顿教的说法最主要是讲这个 唯摩绝境 唯摩绝境比较着重在顿教 所以他是讲到法身 自觉 顺治 因为他着重在还是法身 因为他还是着重在真乳 所以他讲到自觉 能够成为这个 圣者治 是 我们这个 依我们的顿教是讲 也是着重在般若 我们的 因为讲 此诚正觉是佛 佛的法身 他在圆真如的时候就是自觉 所以一直 这样自觉 这样修学成就他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佛 甚至讲甚至讲佛 佛制 这个时候他当下知道 所谓的无尘 无不尘 为什么叫无尘 因为 我们佛的这个无肉制 大菩提制是本有 就是因为无名遮盖 他献不出来 他已经本成的 但是无名遮盖 让他没办法献 所以叫做无尘 他不是真正的是 所谓尘的部分来讲 不是真正的从修学一直修学 经过菩萨实地这样 把修学而成就的 他本有 我们的 所以我讲无尘 他不是造作成的 他无不尘的部分来讲是 佛的这个法身 自觉所成的这个佛制 无不尘的部分来讲 也要经过菩萨实地的修学 修学 我不尘 你一定要经过这些修学 才能够修学 才 因为无不的是 不不得正 就是尘的意思 一个是 一个是 遮他尘 一个是 讲 一个遮不尘 所以两个正 爽正 知道他 知道他不是造我们所说的 修学而来的 所以尘 知道他 离开修学 没办法成就 叫无不成 所以一切诸佛成菩提 就是佛还是有正等正觉 可是这个正等正觉 知道 所以他不是 就讲他成跟不成 都知道他没有 没有差别 因为他本身就是本有性 所以差别就是 无名遮盖他了 施导原来是 修学的实地 经过修学 断账 断烦恼账跟手之账 所以按照来讲就是 尘 可是 整个尘就还是离不开 这个朋友的东西 像无不成 我们讲到没有差别性 佛的无肉种 他写些出来 我们众生的无肉种 是被遮盖掉了 这两个无肉种是没有不一样 所以讲到谁的 无有差别性 既无有成 何有不成 所以讲到谁的 真正的佛 他就是讲到 离开这个 我们所说离开这个成的 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 子曲 也离开这个不成的子曲 离这两边 他用这个经来讲 这个经里面说 这个世界有成坏 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有 有成数坏空 可是真正的空性 就是我们用这个虚空来讲 他是不争不解 那佛 佛的成就也是 他所成就的就是我们 跟众生的无肉种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遮盖 一个是血泻 一个是血泻 所以是不争不减的 所以讲 所以用这样子来知道 佛所有的 他的大成就 无上正能识学 是不争不减 另外是讲 佛在清正真如法界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没有遮盖 因为真如法界本身 按照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就是自信清静性的 他体是战绩性 没有所谓一定要 拨开这个 所谓的无名 就是讲无成 因为他就是存在的 朋友 不是我们修学得来的 叫无成 不爱随缘故无不成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就讲到 所谓的 我们现在修学就是随缘来 来修学 就讲到谁的 那个 这个故无不成 就讲随着 因缘的和合 修学的这样子 慢慢的清静 所以我们才 有这样成否 那我们先 时间到了 我们在下节课 再来说明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不是阿姆主佛